各位,2020年5月18日,大約在北京時間上7時左右 現在中國的確診數目是148,比上天少了8個 累計的確診多了10個,去到184,494 現在無症狀的感染者多了18個,去到448個 死亡沒有增加到,仍然是4645 境外輸入多了4個,去到1704個 而在世界上,現在的確診數目已經超過480萬 而死亡數字也是36671 最重的災區仍然在美國的角度 今天它沒有出到新增多少 但它現在的數目已經超過1527664 死亡數字現在超過90970 接著最近上來就是俄羅斯 現在它是281,000多 西班牙277,000多 英國是24萬多 巴西是24萬多 意大利是22萬多 法國是179,000 德國是176,000 而在歐洲這邊 各位知道了 應該就是俄羅斯、西班牙、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 然後就是土耳其、火雞 149,000多 將是15萬 然後比利時 5萬多 亞洲這邊 當然也是俄羅斯和土耳其 然後是伊朗 12萬多 印度是95,000多 我相信它會超過10萬 中國現在的數字是8萬2千多 應該是8萬4千多 沙地阿拉伯 就是5萬多 巴基斯坦是4萬 卡達爾是3萬2 在非洲這邊 現在它總共有8萬4千多人 確診死亡 已經是2千7百多 仍然是南非、埃及、亞爾及利亞等等 大西洋洲這邊 澳洲這邊 仍然未曾稱得到0 所以現在仍然有上升 剛剛上天上升 福度是9個 南非 南非 巴西 非常嚴重 現在是24萬1 秘魯 92 智利 43 阿瓜多爾 33 哥倫比亞 15 阿根廷 8千多 波利 4千 等等 然後在北美洲 當然由美國先走 接著到加拿大 7萬多 白西哥 49 將近5萬 多米利加 共和國 123 巴拿馬 9600 洪羅 同都拉斯 2千多 等等 仍然希望世界早些控制著這個疫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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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